喂 喂, 英寶 Hello, Hello Kenny 有什麼分享? 沒有, 你說買樓那些東西 那我說少少 其實我不太熟, 說少少 好的 怎樣做 剛才有些人說要登記 又說要什麼 其實就不用的 我們看樓 我也沒有去過 真正實體店那些地產公司 都進去的 從來都沒有 只不過在Waymove那些網站 其實就不用 也不需要在Waymove那些網站 登記 就是 他有個廣告 有個contact number給你, 你只是打去問 什麼時候看樓 是呀, contact number就可以了 當然, 他的Waymove 都可以登記 你是所有聯絡經夫的平台 我想也有些人會這樣做 但很少 因為他旁邊已經有地產公司的電話和電郵 其實就要這樣做 明白明白 即是跟我看的那些sharehouse一樣 即是 是呀 是呀 這樣 那 即是說到這裡 另外就是 你說 你看到你自己想 你可以在上面搜尋 那裏打你自己的送 譬如你的送機 你想找送機的樓 或者找他價錢的range 是多少 就打散出去 自然就出 譬如你打你現在住的地方 就選一些Post Call 有些什麼樓在10萬附近 打完所有東西 他就展示一堆給你看 是的 也不是這麼簡單 我想你做樓都知道 知道 是的 我正在研究 地產會有什麼效果 地產會不會騷擾我 應該就不騷擾我 我懷疑 他都不太有空 他們雖然沒有工作 但他們都不太有空 慢慢跟你看 那倒是 是的 另外就是 出offer的東西 不是說必價 價高者可以的 你很多時候看你的 盤 那裏區有多搶手 自己衡量 其實你可以 出低過去的價格 那個offer 譬如他標近10萬 那你覺得那個賣剩借的 其實你可以說 九萬五千 這樣也可以的 不是說鬥搶搶高的價格 那如果有些 有些地區 有些樓的樓本 是不好渴的 那條街 十年都沒有人放的了 但那裏有一個 是一個好的區域來的 那你出offer 那層樓有幾好的 那你出offer 可能就要出高過標價了 那譬如10萬的 那你就10萬零五千 或者11萬 那你出offer 那我明白 就是這樣 ok ok 就是看完樓 看完樓 看你自己看那個人 是怎樣 你覺得那個盤 你是覺得高過的 或者低過 還有你可以檢查一下 你譬如看你現在那條街 那個單位 附近的單位 有沒有最近性交過 那你就去比較價錢 那你發覺原來 去年有個人性交過價是10萬 其實這裏不值10萬 其實這裏不值10萬 現在是稳分的 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 出價吧 如果低一點 95萬 就算了 還有 譬如那個單位 有很多人去看樓 可能有20人去看樓 但其實真正的出offer 可能只有兩個 或者只有一個 所以你就要衡量一下 都是要猜猜的 哦,明白明白 不是出offer,是必價的,是必高的 你覺得自己的眼光好,覺得不值得 出offer是低於標價的 他有時寫著我,不可以低於多少 他寫著我,不可以低於50萬 你低於50萬就不買 但我又不告訴你高是多少 因為高是除了你給的多少 除了看房子的人 因為有些會寫低,最盡是一定要收50萬 哦,明白,就是底線 哦,是底線來的 是底線來的,還有說一下 如果你真的買房子 其實我也不熟悉的 昨天你也知道我所有事情都是我老婆做的 我不是直接聯絡的 我都有限,不過分享一點 譬如你去offer offer完層樓了 他接受你offer 就是跟地產經紀說的 地產經紀再轉達你的銀碼 是給業主的 業主就接受你的offer 通知你了 你就開始要找律師 哦,明白 哦,明白 你叫地產公司 地產公司去介紹律師給你就可以 或者你有些網友好的介紹律師給你就可以 律師其實他一直都可以不用見面的 譬如你現在在曼律斯特 你可以找一個倫敦律師行的律師幫你搞的 哦 完全不用見面 網上簽約都是網上搞的 哦,這樣 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師 第二件事就是怎樣呢 可能律師會幫你檢查一些文件 檢查一下他有沒有一些危樓 有些官司前身 你那個單位 他會檢查所有東西 那你就可以在同時間 你想快的話就同時間找Servia Servia 你可以遲些才找Servia 那你早上找Servia都可以的 那找Servia就是那些驗樓師 那些通常不是很貴的 我現在找那個都是幾塊錢 六百元左右英鎊 六百元 那幫你驗 驗完之後去一天的業主檢驗 驗完之後他就出一個報告 那報告是很詳細的 就告訴你這層樓 有哪裏要維修有哪裏爛了 你就會說 將來如果你要維修 譬如水喉 譬如說三點 樓下要維修的 水喉要維修的 那個廚房那個東西有問題的 那個通風 那他就會寫在那裏 也都會寫 你將來如果要維修要多少錢左右 大約我維修的水喉 大約一千元一千鎊左右 那他就出了一條數出來 那就說 原來你就自己計算了 譬如三個東西合起來 你是需要大約洗多二千鎊 那你這二千鎊這個價格 就是你可以跟他討論的 OK 跟那個業主 譬如你給他一個 surveyor報告的看 你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就看看那個業主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減給你了 不過有些業主就這樣的 他就會說 這些問題不是即時問題來的 你一直住你自己搞 我是要這個價格的 我不肯再減給你了 也會有 有些真的不行的 譬如有些流水問題 你知道流水問題是很麻煩的 那你可能在未搬進去之前已經要搞定了 那這些是即時問題來的 即時問題 那你說 不不不 surveyor報告說 將來要弄這個要上很多錢的 你可不可以減樓價那裏 減少少給我 即不懂減少 surveyor說要求 你將來弄這個要上去二千鎊 那你就可不可以 你不是跟業主說要減二千 你跟業主說可不可以減一千 即不可以減一千 減一千 因為那預算是挺多的 有些好人的話 就讓你在這裡說一下價格 好呀好呀 便宜一千 然後最後決定通知律師 我要減一千 然後就開始靠手續 就讓大家去設定一個交易日 即交易日 OK 明白 找surveyor 即是找業主的時間也很重要 有時候太早的時間也不太好 因為我們這次也早 早了其實也 因為你太早找那些年樓師 你都要花一筆錢 花了幾百鎊 第二就是可能突然間 隨時他都反後不賣給你 是啊 你就浪費了那筆 浪費了那筆 浪費了那筆 便會有些錢 律師費也會浪費 不是的 譬如你 律師說收你二千鎊 其實你 你這樣做 他反後要付二千鎊的資金 律師行有些都很好的 譬如你做到某一個階段 他又會扣你 只是收你某一個階段的錢 OK 只是做到初步的 他就收你少少 可能收你三分一 或者收你一半 如果工作到最後期 業主才決定不賣給你 其實你可能會損失了二千鎊 還有損失賣那筆 研樓師那幾百鎊 這些要慢慢談的 要靠你 還有你找律師行 就要問定 如果中途做一下他反後沒有 我要付多少錢給你 他會解釋 去到什麼步驟就收多少錢 這些事暫時我知道 可能有些網友知道多些 會給你多些意見 暫時我只是知道這裏 好 好有用的資料 我自己也是等交易日 我已經看了一層樓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需要花一些錢 我們就跟業主說 我就是在這裏 大家周旋 大家周旋後來就說數 說到一個 便宜一個數 就是補償我將來要維修的 現在大家就談好 等待交易日 但是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自己也要搬樓 搬屋 他自己搬樓 他自己也要賣樓 他自己在那邊的賣樓 都有阻滯 變成他就不能夠這麼早搬出去 現在就是在這裏 所以也很麻煩 所以買樓經常說選一些 no chain的樓 不知道你知不知 no chain的樓 即是說他會寫的 在一個right move 那裏說這層樓有沒有chain 如果通常說no chain 其實就是 即是說他等於香港的交給你 他已經搬走了 或者交給你 你基本上可以立即進去住 交易人手續 有些有chain的樓就是這樣 就是有chain的樓 chain即是鍊的chain cj 有chain的樓 就是他還在找樓 明白 大約一個意思 其實很詳細的有chain 你可能上網查一下 我現在這層樓就是有chain的 阻滯就是這裏 我都大家談好了 誰知他在他那邊找樓 他跟他那邊新樓那邊有問題 那就阻滯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經常 香港youtuber教人看樓 你們一定要找些low chain的樓 low chain的樓 就是這裏 明白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裏 我還是知道少許而已 我們現在的樓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是在等下session day 即交易1 我想問 他的資金來源會不會查得很重要 即是有些人 出了幾斤的 出了幾斤的 是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沒有做樓揭的 剛剛來的人有沒有公組 一定是一砲過比 給錢的 是 那一砲過比就是有問題 他一定可以查得來的 那 我好像知道 我們就比較方便一些 我們比較容易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差不多的錢 差不多一年了 慢慢掉了一年 OK 我們有了所有的 出入記錄 那些記錄也最好有 print出來給他看 或者是 print出來 可以print出來的 一些網上的課堂 是 print出來給他看 有些根據 還有不是剛剛進入的 那些錢 即我不是 我不是這陣子買這個單位 才突然間 對幾百萬 過來的 我是很早之前 已經進來的 那些錢 那就好些了 哦 所以我覺得 我知道你的錢 還沒調過來 看你 那你其實最好 就盡快調過來 先 就是不要說 臨買樓才調過來 那他可能都會 可能有些疑慮 那疑慮是 其實在律師行 那裡而已 就是看看律師行 順不順利 那些人就喜歡找 有香港人做partner的律師行 是 譬如好像 簡炳池的兒子 在倫敦 在倫敦都有律師行 有些人喜歡找那些 即是有些中國人的關係 那些 因為中國人 他就會知道 那些香港人 賣了太古城 買過 那些錢 那些錢都是乾淨的 他就會明白你這件事 那他們就會 即是所謂的 淡薄淡 就會批合你 是 手鬆些 幫你講 可能幫你有辦法 是 但是這些所謂有中國人 的律師行 是貴 我們打過很多家 一定比全英國人的律師行 哦 所以我也提議一下 你快點 你不買樓也好 你快點把錢 交給你 不要真的想買樓才 甚至離開樓 他會覺得 那些客人的機會 可能會比較高 他們會這樣 哦 明白 我也不敢包 因為這些我也是錯過 那 你可能有其他網友 希望他也打電話給你 講一下 補充一下 我只知道這麽多 很詳盡 因為我正在做過研究 你那個是最適合的 那個版本 很完整 你說得好 是嗎 你再看看 或者將來 如果再知道更多 譬如我Transaction成功 我簽完的 我會再上來分享 好 現在我還是在講 Transaction Day的問題 同律師 兩邊律師 好 其實內裡細節有很多 或者將來我成功了 買到這層樓 離開這層樓 我就會再分享一下 好 先講到這麽多 好,多謝Kani 好的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完整 其實大致上我都知道 大致上我都知道 大致上我都知道 我看過很多 兩年前開始看了 對 他有Lo Trang和Trang 就是很有趣的 他很有趣的 你可以買一層他住的 而他都想搬的一層樓 那就是有麻煩 就是Trang 就是連累住 就是我都要看樓 不好意思 你看完我的房子 我都要看別人那一間 這樣 那就麻煩了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看Lo Trang 都可以 但問題還是那句 你的盤圓便少了 就是兩看而已 譬如你真的很喜歡別人那間 Train那間屋 對嗎 你Train也要等 不過可能要等很久 隨時一年半年 半載 就是他沒有的 就是看你等不等到 譬如你租房子 不是貴的 發覺我這傢伙不是貴的 那可以租都可以的 很清楚 上網看樓 看完樓才反價 可以反價 可以反下 可以反上 可以和他交易 但他的預算 他有兩套律師費 差不多 兩萬元港幣 對了 還沒計算Stamp Duty 忘記問他Stamp Duty Stamp Duty 不知道 可能4-5% 我不知道 所以譬如100萬的樓 算了 律師費兩計 Surveller 6千 26 26 Stamp Duty 我當他5% 好嗎 5萬 即是你7萬多 是去到手續費 給政府那些Stamp Duty 即是你其實買100萬的樓 其實你可能實測是 107 我覺得 清上清上清上 是啊無限清 你 那些人訓練 別人的訓練也有 那不就 酷了 死了 也理解的 英國 所以經常說 買樓是你要很長時間的 有些人是兩三個月搞定 半年搞定 都算是不錯 還有那個黑錢問題 單據我要全補出來 準備定 不過現在的銀行也不好 其實單據隨時都可以 不過是編定 很多事情搞了 買樓的手續 最多睡街 你睡吧 Agent Fone 經常叫我睡街 你哄碰你的女兒 你哄不碰你的女兒 你就真的要睡街 你香港也要睡街 我相信 這樣黏著你的女兒 你的美婚妻 還有 本港疫情嗎 趨勢仍然向上 暫時沒有回落的象 好 好 好 OK 一千萬十萬 一百二十五萬港幣 一百三十萬港幣 就是 0.02% 2% 即是 2% 不是5% 樓價的2% 地產介紹的律師 會便宜一點 不用兩千磅 有些網友 因為曾經看過 好像是一千多磅 他不同的律師 但應該是 我正在找一個範圍 大概是兩千磅 我想是最終的 兩千磅是最終的 我先計算一下 原來 你還未買樓之前 都要花一筆 那筆怎麼計算 買不成是你吐出來 最慘是 那傢伙說不買了 因為Train搞不定 我不買給你了 那律師費是你付的 那意思是 這個意思是 這個很值得參考的數字 六百磅 即是六千元 叫他上去驗樓 即是 我們經常有線 很喜歡請那個 阿sir 上來 拿著棍子 在那裏 在那裏 那裏就六千元 在那裏 你的水喉壞了 你這裏壞了 我都可以做到 即是我也可以做到 其實我相信 很容易做 這樣就收了六千 出份報告 收了一千四百八十 一條龍 即是一萬多元 即是地產 律師那些 都搞了 Servailer 都搞了 1480 下一個 這裏有所測試的 使用材料 是五千 PAUL 哦 即是我沒有 我只想看一球的 物業 我馬上抬頭才有污漬 今集的資訊性很豐富 買樓的資訊性 我稍後折錄一下 很有用 大概有個約數 但地產那一環 我也想進去看看 沒理由地產房沒用 不讓人入口 疫情已經過了 進去有什麼玩呢 真的不想理我還是怎樣 都是這麼絕望 原來都是買不起萬成的房子 或者最終都是上網看 理解的 至於那些錢我匯了 我不會匯了香港的錢 我就匯了一大塊 那塊應該可以買 不要買太貴 100至100樓下可以的 過100樓下我都不想想 基本上 又是那些 你把我的積蓄 我又做回樓爐 我也要留回樓爐 沒理由清我袋 買樓清我袋 這個不是我想想的做法 那些新聞都收工了 可能看連燈也收工了 那張桌子很久沒有抹 100樓 不知道夠不夠 我不是做個實驗給大家看 100樓不夠 在萬成買樓就做個實驗 有些說不行 有些說不行 成中心一定不行 成中心你起碼要提供到820 830 有個實驗給你的 一個人單位 可能 我們又不可以猜到 曼徹斯特是很值錢的地方 其實這個很奇怪 人們說是心理戰 曼徹不是很值錢 人流不多 人流如淺流 正所謂 曼徹斯特是人流很少的 其實 輕鐵站也是我覺得很少的 跟我們香港一個普通的車站比 真的差很遠 香港的 如果我看上去的車站 為什麼這麼值錢呢 一個小時一萬人 可能多一千人 一個小時的流量 一百個給錢 香港人買樓 不是一百個給錢 怎麼給錢呢 如果按揭句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按不按倒 那你一球 那你一球 怎麼都可以一炮 我給的了 由市中心看起 想就是這樣想 市中心慢慢散出去 我住遠一點沒問題 是 是 但我要暖暖的 一來就叫我刪卡拉看樓 我也害怕 考慮去London London怎麼買 Agent form 叫你未婚妻買一份給我 你未婚妻買得起 我又買不起 你買得起又不來 一二五千以下的就行了 我也是找這些 看適合了減他的十千 嘩 還要反價他十千 譬如我看他一百萬的樓 他說一百萬 我都不值 你九十而已 還要反一反他 不好意思 你的房子值九十而已 你這裏又要裝修 那裏又要裝修 那裏又要裝修 我不是九十是甚麼 是吧 反一反他 看看是怎樣 我打算要看樓 我打算要看一年 我運吉運一年 有機會是 只看然後就運吉 但我相信網友很喜歡看 看樓這些東西 所以之前 租房的時候 那些人都很喜歡看 所以賣樓這個系列 是會開的 但我都要準備好一下 準備好一下 沒事 他打給我 他打給我 沒事 沒事 不必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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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